一提到新能源汽车,大家肯定默认为是电动车 而引领所有电动车科技进步的公司,似乎只有特斯拉一家 那早在1997年,就量产出至今世界销量第一的油电混合汽车普瑞斯的日本丰田 这些年,为什么没有参与到电动车领域的风口 日本作为最早尝试在汽车中加入电力系统的国家 岂不早,为何让后来者特斯拉独令风骚 要知道特斯拉在2012年以后,才推出了第一款成熟车型,Model X 当然油电混合动力并不是纯电动车 但从97年就可以量产普瑞斯的丰田,为何一直没有更进一步推出纯电呢 这其实就和日本对于未来能源的独特认知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的理念始终不认为纯电池的汽车是清洁能源 因为在发电和制造电池的过程中,一样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电动车只能是应对石油危机的一种临时的替代品 它依然会消耗煤炭和天然气 日本坚信的中级能源是利用氢气来给汽车 以及其他所有交通工具提供动力 本期节目特伦哥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是氢燃料 以及为什么在中国加速并全力发展电能的时候 日本却要豪赌氢能源,实现氢社会 美国又有哪些企业正在伺机超越特斯拉新能源领导者的地位呢 综合各国推出新能源进程的时间表 我们不难发现 燃油汽车的时代很快就会终结了 人类将全面淘汰传统的汽车 海南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全岛使用新能源汽车 这与德国、瑞士、比利时的时间表是一致的 海有的国家把燃油车禁售的时间提前到了2025年 比如荷兰和挪威 另外大众汽车也宣布 2026年推出内燃机平台的最后一代产品 之后将不再研发燃油车 目标是在2030年前 大众将把所有原有的车型全部升级为新能源车 可以说新能源时代已经来临 只是世界各国对于新能源的发展方向有些不同 尤其是日本就特别重视氢气 日本已经宣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普及轻能源汽车的国家 有一次李克强总理去日本访问 安倍晋三特地带他参观了 丰田汽车北海道厂区的轻能源汽车工厂 日本计划在2021年3月之前建成160个加轻站 和销售4万辆车的目标 去过日本的小伙伴们应该体会过 日本是一个干净到变态的国家 连后街小巷都是一尘不染 家里和家外一样干净 氢燃料发动机中氢气在催化剂的作用下 氢离子会与氧气产生化学反应 产生并释放大量热量给车提供动力 最后排出物只有水 化学分子式也非常简单 两个H2加上O2生成两个水分子H2O 可以说是真正的零污染排放 正好符合了日本对于清洁与环保的追求 另外氢能源电池与锂电池汽车比起来 有着相当多的优势 比如每千克氢电池可以储存40度电 每千克氢电池只有0.278度电 氢能源是氢电池的143倍 再加上氢电池有寿命衰减 实际使用中的氢电池可以达到氢电池的240倍能效 氢电池汽车如果想增加行驶里程数 就得多加电池组 会增加很多机身的重量增大消耗 而且还会占入车的空间 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的北方 冬天寒冷 氢电池在低温下会有能量损耗 低温性能不如氢燃料电池系统 另外锂电池的充电也慢 就拿特斯拉Model S举例 就算是去特斯拉单独建设的超级充电桩 也得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充满 在家则需要8个小时才能充满 但是氢电池只需要3分钟 可以续航600公里 和加汽油是一样的便捷 所以说氢燃料电池 从使用的便利性上和习惯的延续上 是无缝对接了传统燃油车 宝马的i8车型就有氢燃料动力版本 另外宝马计划在2022年生产出X5的氢燃料版本 如今市场上真正量产并销售的氢燃料电池车 有三个品牌 分别是现代的Nie XO 本田的Clarity 和丰田的Mira 那如此便捷的能源 为什么只有这几款车型 一直没有普及呢 首先造车的成本是个问题 氢燃料电池材料中需要昂贵的薄金属 从售价来看 比如丰田的Mira车型 出厂价折合人民币约42万元 这是在丰田每天生产9辆车的基础上算出的成本 所以会有些高 日本政府会补贴给消费者10万元 所以购车价在32万元左右 那也比同级别的传统车要高出不少 这个价格足够买一辆特斯拉顶配的Model 3了 另外的至轻成本目前仍然偏高 大规模工业化制造氢气的方式 大概分为四种 分别是电解水 天然气 和利用石油和煤炭 除了电解水 其余的方式都需要工厂消耗大量的电能 把传统的能源转化为氢气 排放出温室气体 那要就与李建池生产弊段是一样的了 所以日本采用的是利用风能 或者太阳能等自然能源 来分解水中的氢气 这样虽然环保 可是产量会很低 但这些问题在美国似乎已经被解决了 总部位于美国亚利萨纳州凤凰城的 氢燃料车企尼古拉 近年来被众多的投资人一致看好 其创收量的维护和燃料成本 使得长期的全生命周期成本 与现存的柴油车型 持平甚至低于柴油车型 由于不需要全款买下卡车 无论是个人的司机客户 还是大型的物流公司 都节约了非常大的前期投入成本 这一营销策略 使得尼古拉在没有一台车交付使用的情况下 就拿到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订单 但是美国啤酒业巨头 安海斯布希就预定了800辆大卡车 可以说日本和美国 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氢能源的重要性 并且在加速实施中 中国不重视氢能源的原因 也许有些无奈 通缉大学教授张春满表示 由于起步源源宛于日本和美国 国产技术落后国外5到10年 而且就和别的尖端领域是一样的 在一些关键的技术和设备环节 中国面临被卡脖子的局面 好在2018年 维柴动力已经开始技术布局 赤字1.6亿美元 购入了被称为氢燃料界鼻祖的加拿大巴拉德动力公司 19.9%的股权 其中的战略意义很高 要知道氢能电池和锂电池 虽然都属于新能源 但实际上氢能的地位相当于石油 煤炭 而电能的地位要低一个级别 因为发电本身还是需要依赖煤炭那种传统的能源 没有哪个国家不想摆脱对石油和煤炭的依赖 解决了氢能 那么能源危机就能解决 所以汽车用锂电池还是氢燃料 表面上是个市场消费问题 实际上背后是国家层面的能源布局问题 不能小事 中国的电力系统世界领先 无论是各种形式的发电站 还是特高压输电技术 都属于尖端地位 而且电动汽车的核心电池组件 需要大量的稀组资源 也是中国大力发展电动车 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不应该因为这个舒适区 而只埋头发展电动车 中国原油对外的依存度超过了70% 天然气进口量超过了45% 只靠电能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 在19世纪人类发明出蒸汽火车的时候 没有人能想到后来燃油汽车的普及 更想不到燃油车会被电动车淘汰 氢能源作为最纯净的能源 使用中的诸多优点又是显而易见的 科学上的难题障碍 就像人们的悲伤情绪一样 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甚至会超出我们预想的速度 我坚信 氢能源必将成为人类科技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中国也一定会迎头赶上 感谢收看特伦哥的节目 如果您有这么不同的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吧